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如果帮忙办理了信用卡 但又不想真正使用 坚决不要开通信用卡 被银行的朋友要求帮忙办理信用卡 是很多人都遇到过的 甚至有的人已经有了多张信用卡 仍然被一些朋友拉去办理信用卡充业绩 办吧 真的没有什么用 不办吧 亲戚朋友面子上下不来台 因此就勉强办理了信用卡 但如果办理了信用卡 又不想使用 那么就坚决不要开通和激活信用卡 因为一旦激活信用卡 无论你使用与否 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费用 可能会发生很多你没有注意到费用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二 如果帮助银行的亲戚朋友增加存款 一定要自己存入银行 而不能把现金交给银行的亲戚朋友 拉存款是银行工作人员最常规的业绩指标 因此 很多人都面临过银行工作的亲戚朋友帮忙拉存款的情况 不仅仅是日常存款 还有季末 月末 年末充10点存款余额 但在帮忙存款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自己亲自去银行办理存款业务 并自己到银行的柜台办理存款 在办理的过程中 切记不要将身份证和存款交给银行的工作人员代为办理 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存款的丢失或者被银行的工作人员挪用 很多现实中存款的丢失或者被银行的工作人员将存款挪用 很大程度上都是将自己的身份证和存款交给了银行的工作人员代为办理 从而造成存款损失 三 千万不要帮助银行的人做各种贷款担保和信用担保 否则后患无穷 银行的很多客户经理都有贷款任务和贷款客户 而一些贷款客户又没有合适的贷款担保人 因此 银行的工作人员为了做这笔贷款业务 就可能要求自己的熟人 亲戚 朋友给担保 开始可能认为只是象征性和民意性的担保 也可能真的认为不会出现逾期风险 不会承担还款责任 但只要是办理了贷款和信用卡的担保手续 法律上就承担了担保责任 一旦出现贷款逾期 信用卡逾期就必须承担担保还款责任 要切记 不管银行的人如何承诺不会承担担保责任 也不管如何劝说你没有风险 只要是担保一定不要帮忙 四 不要在银行开通你不需要的银行功能 特别是自己不了解的银行功能 去银行办理业务 银行会动员你办理好多你并不熟悉 甚至你完全不懂的银行功能 如理财功能 手机银行功能 网上银行功能 短信通知功能 证券代理功能等 如果你需要 你就办理开通 如果你根本不需要 无论银行如何动员你 你就根本不需要开通 办理银行业务 功能并不是越多越好 简单一点可能更好 银行员工动员 你购买各种银行代理的理财产品 甚至说没有风险 你完全不要相信 五 最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不要将自己的银行卡 身份证 密码和优顿等交给银行的工作人员 有的银行工作人员 在办理各种业务时 可能都需要一些帮忙 有的银行工作人员 可能为了工作便利 需要向亲戚朋友 借各种证件 如银行卡 身份证 密码和优顿等 以便于在办理各种业务 需要帮助时使用 现实是 有的将自己的银行卡 身份证 密码和优顿等 都交给银行工作人员保管 甚至帮助操作 各种理财产品购买 存款办理等 但这恰恰是非常大的风险 等于将自己 银行账户 操作的权力 完全授权给银行的工作人员 一旦个别银行工作人员 动了坏的心思 可能会卖到你的资金损失 给银行工作人员帮忙 可能是 现实生活中 不可避免的行为 但在帮忙过程中 一定要帮忙有度 切记不可将自己的财产 处置权交给别人 不可将自己的财务隐私权 交给别人 以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最后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茂生 要是觉得 视频还可以的话 麻烦订阅我们频道 您将会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